小伙在朋友婚礼这天陷入时间循环 一直活在同一天 他倒是很快乐 漂亮的伴娘们却倒霉了 嗨大家好 我是沉迷电影的阿丹娜 今天讲一部最新电影《棕绿圈》 男主大雄是一位浪子 他的生活只有一件事 放大 早上起床 漂亮的女朋友正在涂防晒霜 甜甜的一生 亲爱的 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今天是朋友婚礼 大雄在晚宴的时候喝了不少酒 他有点醉 冲到话筒前说了一番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风话 参加完婚礼 大雄抛开正在偷情的女友 潇洒的投入到另一个妹子的怀抱 小丽 小丽呢是新娘的姐姐 婚礼的时候 大悲大悲的灌自己红酒 看样子是有些醉了 而现在大雄对他跃跃欲试 摩拳擦掌 正要拳雷打的时候 大雄居然被剑给射中了 小丽懵了 这大晚上的怎么会有弓箭呢 大雄一边哀嚎 一边离开小丽 朝一个山洞走去 而猎杀他的人一直紧追在后 小丽非常慌张 他想去看看大雄上的重不重 可当他走进山洞时 大雄居然不见了 一阵巨大的引力 把小丽吸入一片光芒之中 再次醒来 小丽又回到了婚礼这天 等他一头污水的找到大雄时 对方给出的答复就是 你和我一起陷入了时间循环 周期那就是今天一整天 那个山洞就是进去循环的大门 不要问我怎么进来的 我那也不知道 不要问我怎么出去 自杀几千次也没用 我劝你和我一样 享受着无穷无尽的时间 小丽只听一遍就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山洞 找到山洞 想去就能找到出去的方式 大雄一脸不耐烦 他带小丽又来到了山洞 可小丽穿过去之后 他只是来到了早上睁眼的那一刻 怎么办 大雄说 我已经尽力成千上万次了 享受吧 没别的办法 小丽又回想起来 哪个猎杀你的人是什么情况 大雄说 那个人也是无意间被我带进循环里的 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哥 他一直埋怨我 待他误入歧途 但我那天晚上又要过量 做过什么都不记得了 小丽听完觉得 自己是不是应该夜猎杀一下大雄 但看来是没什么用的 他开始想各种方法离开时间循环 自杀就是第一步 显然白费功夫 而这段期间 大雄依旧很放荡 他在一天时间内 可以抛到任何他想抛的妹子 这其中就包括小丽 小丽呢 花的时间是久一点 但还是被大雄拿下了 可第二天早上 小丽不太对劲 他没有回味 昨晚的浓情蜜意 显然不在状态 一直说自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两人吵了一架 因为一点小事 开始互相接断 大雄说 小丽好搞定 小丽说 大雄啥也不是 只知道躲在这里浪费生命 大雄说 有本事 你自己离开时间循环呢 他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 小丽真的不见了 大雄找遍了度假村的角角落落 问了每一个人 都没有找到小丽 那天晚上 他在新郎的卧室休息 却无意间闻到枕头上有小丽的味道 他一下就意识到 小丽应该是和新郎犯错了 所以他每天早上醒来 都是在妹夫的床上 每天早上都要接受一遍 他背叛了妹妹的事实 原来 这就是小丽一死 活要离开今天的原因 可即使搞清了来龙去脉 小丽还是失踪 大雄不知道 自己已经付出了真爱 找不到小丽 这无限的时间 不会变老的身体 都成了舒服 他甚至找到老大哥 胆求一死 可死之后 他又来到了婚礼这天 真寒无聊的日子 那小丽去哪了呢 他找到逃出时间循环的方法了吗 自从那天和大雄大吵一架 小丽觉得 男人什么的统统靠不住 他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开着车 到咖啡厅钻研量子力学 宇宙的奥秘 还是要靠科学的力量来解决 经过了无数个日夜 小丽靠着自身努力 成了量子力学的专业大牛 还真让他找到了逃出去的办法 那天他坐在大雄床头 告诉他逃出的办法 只要在3.2秒内炸灰山洞 就可以靠时空坍塌的力量离开循环 小丽已经用母善羊做完实验了 确定可以离开 但问题就是 逃出循环之后 他不确定自己会去到哪个时间段 也可能是昨天 也可能是明天 还有可能是20年之后 最惨的结果就是 死在山洞坍塌里 大雄听完他的理论 表示丝毫不感兴趣 好了现在团聚了 就在这儿做一对 不会老的神仙侠侣不好吗 早上和妹夫一起醒来什么的 忽略不就可以了吗 但小丽说 你这是逃避 这里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大雄表示 现实世界就有意义了吗 那充满了疾病 贫穷和欺骗 就留在这里 有什么错 两人再一次不惯而散 等到晚上 小丽闯好炸弹 正要独自走进山洞时 大雄赶了过来 还意识到 没有小丽 那活着就没意思了 一直被困在同一天里 就更没意思了 小丽听到她的话 非常感动 两人相拥着 在山洞中一起点燃炸弹 早上 他们真的来到了婚礼的第二天 小丽的理论成真 而且真的有效了 可除了她俩 老大哥依然被困在昨天 这也是某种选择 不会逃离做努力的人 就会永远生活在这天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看完这个电影 阿丹真的觉得 知识是唯一的武器 要是没有小丽 大雄还原地混质等死呢 时间循环 就好比舒适圈 什么都好 什么都爽 但就是不能常呆 要不就真的被现实世界抛弃了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